天下高见 多有相和 生一人难 生二人意 公所献离间之计 正是我前日所孝之事 可写一书信 先送于韩嘴 梦启 徐黄已居河西下寨 我军前后受敌 曹操 极有书在此 不如就此停战 待过冬天 天暖后再做记忆 曹贼奸诈之心难测 所以答应还我河西之地 倘若轻信 反受其志 不妨再等几日 此间我已叔父轮流防守曹操 以徐黄两方 以防欺诈 不妨计划 待他退兵后 再做记忆 也好 叔父 叔父 智儿今日巡视徐黄营地 这里就有劳叔父把守了 好 先知放心吧 智儿告辞了 好 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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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何人守城 是成仪 你看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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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个是草草 那个穿红袍的 这张看着 你看 祝君御官曹公乎 我正是大汉丞相 我亦常人也 并非四只眼 两张口 只不过比常人多了一点智谋 丞相 请韩将军绘画 韩将军 别来无恙 曹丞相就为 我 与将军之父同举笑脸 我曾代之如叔父 后来 我与将军一同登仕途 谁知世事变幻 不绝有年 记得丞相 短歌行 朝露 紫金之巨 真是回首人生 去日苦多 我比将军 忘活无哉 往日 你我在京师 皆青春年少 何期 年于中旬 早生白发 人生如白鞠过西 转眼即逝 有何苦 争斗不休 将军所言即逝 但愿 天下清平 共享安乐 好 先知深夜至此 不知何事 听说叔父今日在镇前以曹操相会 不知所言何事 只说些京都旧事 但能不谈军务 孟德不说这些 我又何必谈起 文和兄 文和兄 我料今日乘下之事 马朝小儿 必以身一 依我看来 此事尚未阻使二人离间 我有一计 可让寒马二人自相仇杀 好 请 请稍候 曹成相立等恢复 稍候 来是说 曹成相立等恢复 好 知道了 好 知道了 好 知道了 如果你会计 让我一计 书夫大人 听说曹操有书信来自 只想看他谈论何事 书信在此你自看来 为何紧要之处进行涂抹 原书如此不知何故 恐怕是曹操误将草稿送来 岂有以草稿送以人者 莫非叔父怕我知道详情 先行魔改 曹贼乃惊喜之人 岂有此等差错 我以叔父并立杀贼 奈何呼声异心 我与你父早年结为金兰之交 何言异心二字 是才有曹操奸细 必在我营散布流言蜚语 说起我父与叔父当年争斗之事 我以命人将其斩首 不过 我便浑身试口也难辩白 可如此 来日 我到阵前赚曹操前来说话 你从阵内突出 一枪将他赐死 果能如此 方剑舒服真心 请曹丞相出城打话 请曹丞相出城打话 韩将军 昨夜丞相心中所言之事切莫有误 这 起来要建议 与你俩的一些斩首 兰之 与你俩执意 你俩执意 我 我绝无歹心 我绝无歹心 驾 主公 马超以仗无庸 常有欺凌主公之心 慢说我军胜不了曹操 就是胜了 马超也容不得我等 不如就此降了曹丞相 他日不是封侯之位 我与马腾往年确有争斗 后来我二人以捐弃前嫌 结为生死兄弟 如今怎忍备之 虽说与马腾接矣 马超却无情无义 事已至此已无其他良策了 也罢 派你前往曹营 与曹操商议归降之时 将军 各营将士准备停荡 曹丞相大军已在城下集结 就等举火为号 今日必生勤马超 逼其就范 好 群贼 你敢谋害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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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将军 将军 曹军进城了 兄弟 快走吧 将军 快 快走 带过 快走 将军快走 救生我主 快走 咚可小 eer 快走 啊 哪里 不是 快走 快走